你一定没见过这样绝情的父母 口口声声说要和女儿断绝关系 女儿将来死了也不会给他收尸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先来看看画面 黄桂良今年已经33岁了 他掌握着一门熟练的电工技术 收入不菲 四年前黄桂良和女友惊人介绍 两人迅速相恋 女友是个90后 黄桂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朋友 那是相当的心满意足 可这杨柳的父母一直不同意 但不久后杨柳和黄桂良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有了孙子 杨柳的父母也只能答应这门亲事 黄桂良以为终于可以领证白酒了 可谁能料到 就在最近杨柳却莫名其妙的和他提分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黄桂良说 自己的女友一直有一个梦想 他做梦都想过上住豪宅开名车的生活 自己挣多少的钱 女友都觉得自己挣的太少了 慢慢的女友开始嫌弃他 并且不回家了 黄桂良无奈 可也没什么办法 可就在几天前 黄桂良收到了陌生人发来的一段神秘的录音 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的生活 接到这段录音后 黄桂良急忙赶往女友在城里租住的房子 原来女友以前在城里工作 在单位附近租了这间房子 可近两年来 女友迷上了赌博 即使没有工作 女友也很少回家 据神秘录音说 女友就住在这个出租屋里 而且不是一个人住 还有另一个男人 黄桂良的钥匙 打不开女友出租屋的房门 很显然门是被反锁了 就在这时 黄桂良的手机响起 是岳父母打来的 这短时间内 女友便将一切转告给了父母 岳父母劝黄桂良暂时离开出租屋 他们会想办法接女儿回家 出租屋里是不是如录音所说 另有欺人 岳父母是否早已知情 当天下午啊 黄桂良来到岳父母家 眼前这个时尚的 留着长发的女人 就是黄桂良的90后女友杨柳 这两人刚一见面啊 杨柳便怒气冲冲的起身离开 就在黄桂良伸手去拉杨柳的时候 女友甩开黄桂良的手 拿起小椅子就准备砸过来 这怎么还这么大脾气呢 当着父母亲的面 这杨柳啊 对他是破口大骂 大打出手 这是拦都拦不住啊 你有坚持要和他闹分手 这也有点变化太快了 黄桂良感觉 这录音的内容啊 似乎有点被证实了 而岳父为了劝和两人 甚至不惜断绝妇女关系相劝 可您注意听 这岳父的话里 似乎另有奇异啊 眼看着这直理暴不住火 再也瞒不下去了 杨柳的母亲坦然的说了 和女儿关系密切的男人 是当地的名人 几年前赌博赢了几百万 农村里建起了别墅 买了豪车 于是许多人笑称他为赌神 杨柳的妈妈抱怨女儿 让他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可女儿执宁的态度 让母亲悲痛欲绝 在杨柳的母亲看来 女儿一直都是乖巧懂事的 自从遇到了赌神 她就彻底性格大变 她说自己的女儿从小就叛逆 她一直管不住她 杨柳的父亲则表示 不然就和杨柳断绝妇女关系 从一开始因为年龄上的差异 当初和黄桂良在一起的时候 不听父母的话 现在又任性要和黄桂良分手 而且女儿还染上了打牌的恶习 每天不务正业 他们希望女儿能改邪归正 和黄桂良和好 不要再出去玩 可是女儿不听啊 黄桂良觉得肯定是杨柳 被赌神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了 杨柳陷入了住豪宅 开名车的美梦 如果能把这个精心编制的谎言打破 那么杨柳应该可以改邪归正 为了挽回变心女友 黄桂良四处打听 终于找到了赌神的住处 眼前这栋气派的豪宅 就是赌神的家 看着紧锁的大门 黄桂良的内心啊 那是翻江倒海 此时邻居告诉黄桂良 赌神早在前年就结了婚 如今女儿已经快一岁了 在旁人眼中 这是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 不一会儿 黄桂良就打听到了赌神的电话 黄桂良说想请求赌神 放自己的女友一条生物 不要再让他这么执迷不悟 可是赌神在电话里 不承认自己和杨柳的关系 无数人都劝黄桂良 放弃这段感情 可他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女友 始终都割舍不下 即使女友背叛了他 他仍选择原谅 而杨柳表示 他选择分手 是因为感情不幸福 而且他和黄桂良 一直没有领结婚证 不能称之为离婚 顶多算是分手 杨柳表示自己可以近身出户 不要黄桂良一分东西 自己只要求分手 不和黄桂良在一起 您看话都说到这份上 黄桂良意识到 这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 最终经过协商 两人在分手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字后 杨柳流下了眼泪 咱也不知道这眼泪 是喜悦的眼泪 还是怎么个意思 看来这杨柳 宁肯相信赌神的甜言蜜语 也不愿过踏实的生活 但杨柳表示啊 绝对不会后悔 总会有全新的人生 可这全新的人生 到底出路在哪里 在一起四年 杨柳为何拖着不肯领证 两人之间有了这孩子 又算是怎么回事 孩子身上是否还另有隐情 这神秘的录音 到底又是谁发来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来讨论一下